MING PAO 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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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Paris 最近看到的捏馬師 我都會跟他們玩GitmeFive 因為今季貴內還沒有五折馬的出現 星期日一意同上陣的四折馬 齊齊大叫GitmeFive 其中角逐一千米楊智京短途 錦標的神舟十號 跑同程五戰四折 神舟十號可否憑輕磅優勢取勝呢 至於二班千六米的勝飛 這次元班再戰贏馬路程千六米 它有沒有機會順利連折 而本地二級賽千六米主席錦標的喜多營 跑田草千六米亦兩戰全勝 歷真達到貴內五折的壯舉 賽區有沒有保證 除了看列馬斯的招牌外 還可以看馬主 像馬主、榮志健和周錦泉一樣 以往養過這麼多一級賽的兩區 所以他旗下的身血 都非常令人期待 賽約項馬房 從二零一零至一一馬季至今 安排自購馬初出 競逐沙田草地千二米兼打王牌 只有一匹五入前四名 接下來星期日 榮志健的飛神初次上陣 會否一命驚人 而周錦泉的草原威龍 也初次登場 上季至今 葉扣三匹郊油潘頓鴨鎮 在直路賽初出的王牌馬 也會數勝出 這次又行不行呢 剛才介紹了這麼多賽區 星期日, 一定要入場支持他們 不過如果觀賤的同事 配上美酒和美食的話 那就夠完美了 南非美酒與賽馬盛市 松林沙田馬財芽 在今個月21日 大家可以一邊觀賤 一邊盡情品嘗 來自著名南非酒莊的出品 還可以享受豐富自助午餐 詳情瀏覽馬會望頁 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集區區大名 我會為大家介紹 大摩馬房的步步友 究竟他的名字有甚麼意思 步步友是隸屬於 李福君醫生抗泥旗下的步步系賽區 當中以步步穩最出名 而步步友顧名思義 是代表步步友力 步步友在說戰績標柄 接下來星期日 他會向千六位主席錶標上陣 這個屠城他贏過兩次 希望他步步友力即衝終點 最後提提大家 星期日有沙田日菜 是時候回去備戰 下集見, 拜拜